焦点转护过电影带您看看这一则暖新闻 在彰化一名37岁的林小姐 她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办法怀孕 就一检查之后才发现 原来林小姐她的卵巢功能指数只有0.08 这比一般正常的数值低了好几十倍 几乎已经达到停经的状态 因此当初医师判定得要借卵生子 但是后来经过了半年的努力 六次取卵的手术 林小姐终于怀孕 生下一个健康宝宝 就连医师都觉得是奇迹 直呼已经可以破医学记录了 这是你宝宝的心跳声音 透过超音波第一次听到宝宝的心跳声音 林小姐感动落泪 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得来不易 眼泪滴下来 37岁的林小姐结婚多年 但肚皮却一直没有动静 到医院检查发现 她的卵巢分泌卵巢功能指数AMH只有0.08 到好几家医院答案都是一样 要怀孕唯一的途径就是 妾卵 坚持下去不让自己后悔 在医师的帮忙下 林小姐经过六次取卵 最后直入两个胚胎 终于如愿生下一个健康宝宝 小宝宝头好壮壮模样相当可爱 医师表示一般正常人的AMH是2-6 林小姐的卵巢功能指数几乎到停经状态 她从一多年还没有看过类似成功案例 孩子的诞生真的是奇迹 谢谢你们杨静彰化报道